小春三人高兴不已 除了之前实验的时候吃过 真正开始营业之后 他们都没敢吃 没想到许念念这么大方 直接让他们拿回去 谢谢老板 三人齐刷刷地道 更有干劲了 许念念笑着白白手 关上店门和胡悦一起回去 晚上吃完饭的时候 许念念又被几个长辈 强行逼着喝了一肚子的补汤 杨翠花和许多鱼 也在进家吃完饭 没办法 老爷子太热情好客 硬是让司机去许念念新买的房子里 把杨翠花和许多鱼接过来 杨翠花过来时 靖南西正在琢磨着 给许念念包什么汤好 杨翠花时时刻刻 惦记着自家闺女的身体 金老爷子让人过去接他 他还顺道让司机拐了个弯 到菜市场去买了只乳鸽 于是 靖南西炖了鸡汤 杨翠花炖了天马乳鸽汤 叶琴炖了燕窝 老太太熬了安胎药 唉 许念念 有些无语 他刚上饭桌 看见堆在面前的几个大汤碗 差点眼晕 为了不让几个长辈失望 许念念挨个喝了一点 于是 许念念的肚子就这么饱了 再也吃不下饭 靖玉在书房里和靖瑞阳商量事 都没有下来吃东西 吃完晚饭后 杨翠花和许多鱼得回去 进驾的司机开车送回去 许念念也跟着上车 送他们过去了 许多鱼在车里东摸摸西摸摸 坐了那么多次车 偶尔兴致来了 还是一副很好奇的表情 杨翠花就想回去了 看有那么多人照顾许念念 她也放心了许多 这就是当娘的人 没来之前 杨翠花就知道 只要有老太太在 她闺女肯定不会受欺负 但没亲自来看一眼 她始终心里放心不下 看她身体也好 也没多遭罪 杨翠花才打算回去 在车上 杨翠花就跟许念念 说想要回去 许念念一听 顿时不舍 妈 咱那么快就回去啊 怎么不多待两天 我还没带你好好去玩过呢 许多鱼听到玩 开心地附和 要玩要玩 多鱼要玩 闺女有这个心 杨翠花高兴地 抿着嘴笑 她先是掐了一把 许多鱼的嘴 然后才笑着 拍了拍许念念的手背 妈知道 你有这个心就够了 玩啥呢 店里只有你爸一个 我放心不下 妈看你 有人照顾 就不多留了 见她坚持 许念念也没有多留 却还是舍不得 靠在杨翠花肩上 撒了个娇 妈 要不 你和爸搬到这边来吧 爷爷奶奶也在这边呢 杨翠花笑呵呵的 多好啊 看她闺女 舍不得她呢 人家都说 嫁出去的闺女 泼出去的水 闺女是嫁出去了 可还是跟以前一样 体贴孝顺 杨翠花能不高兴吗 送杨翠花去住处 回来时 静玉和静瑞阳 还在书房 许念念 看餐中上的饭菜 已经收干净了 问了赵妈一句 赵妈 静玉没有下来吃饭吗 赵妈收拾完东西 就要回去 她明天休息 不用在家里帮忙 听了许念念的话 说道 没呢 还在书房 跟瑞阳少爷一起 老爷说不让打扰 这么晚了还没吃东西 在商量什么重要的事情呢 书房里 静玉鼓着腮帮子 听到静瑞阳说的消息 恨得牙痒痒 所以 叶祥天是彻底消失了吗 这件事情 静玉一直在跟进 但是前不久 叶祥天 就像跟他们打游击战一样 东躲西藏 也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 偏巧没有叶祥天的犯罪证据 他和静瑞阳 就算是想要追查 上面也不会批准 只能动用他们自己的人力 慢慢查 静玉满腔仇恨 恨不得把叶祥天抓过来 碎尸万段 好不容易稳定下去的心境 又一次起了波兰 zinho 蜊 community 毕ations 老少许 誠